觀眾朋友早安 歡迎收看六月十五號的公視早安新聞 我是鄭偉仁 首先當然關心到的就是 國會職權修法副議案 立法院將邀請行政院長卓榮泰 列席說明 卓榮泰昨天表示 副議案應該被合理討論 希望有充分時間跟立委說明立場 藍綠都要下鄉宣獎攻防 綠營昨天先啟動 首場就選在花蓮 但民眾黨主席柯文哲是認為 是政治動員比賽 不如辦電視辯論會更有效率 國會職權修法副議案 立法院十九號二十號 將邀請行政院長卓榮泰報告 二十一號記名表決 卓榮泰十四號表示 希望有充分時間 跟立委說明行政院立場 希望有充分的時間 能夠清楚的 向立法院委員們來說明 行政院的立場 我們提出的副議案 應該被合理的討論 副議案二十一號將表決 民進黨要下槍宣獎 卓榮泰強調 目前以政院公務為主 占無其他安排 藍營也籌劃各地宣獎反制 不過民眾黨主席柯文哲認為 應該辦電視辯論會更有效率 民進黨十四號啟動下槍宣獎 首場就辦在被視為是國民黨團總召 副昆奇大本營的花蓮 面對國會席次劣勢 民進黨團總召 柯建民喊話藍白六壯士起義來歸 藍營總召 副昆奇公開徵求民進黨六君子反制 並質疑民進黨執政八年 為何不推 強化行政立法兩院溝通 卓榮泰十三號晚上宴請第三批民進黨立委 重申提複議不是惡意跟國會對抗 但是該釋憲就釋憲 會捍衛憲法基本精神 記者綜合報導 政府推出新親安政策 上路十個月以來 已經有五點二萬人申請 其中未滿四十歲的貸款戶 就超過七成 受理金額在今年第一季 已經暴增為一千三百三十一億元 佔房貸總額的百分之二十五 近來房市火熱 央行甚至祭出第六波房貸管制 新親安也被質疑 是助長炒房的因素之一 財政部長莊翠雲 在昨天就表示 會督導公股行戶 加強貸錢審核和貸後積查 防堵新親安遭濫用 新親安政策上路十個月 已經有五點二萬人購屋 光是新親安貸款受理金額 更從去年第一季的兩百二十億元 今年第一季暴增為一千三百三十一億元 佔房貸總額的百分之二十五 今年首季不論是新舊屋房價 房貸申辦戶數 全都創新高 房市轉熱 新親安是否遭濫用引發討論 新親安貸款從去年八月上路 預計實施到二零二六年的七月三十一號 只要年滿十八歲或是配偶未成年子女 名下都沒有自由住宅都能加入 貸款額度最高一千萬 利息補貼一點五碼 可待四十年寬限期五年 不過幫助年輕人買房美意 恐怕隨著五年寬限期過引爆拋售潮 房市江溫央行總裁楊金龍祭出第六波房市管制 六都加上新竹縣市第二戶貸款 陳述降至六成 但專家認為對房市降溫有限 有可能扭曲正常換屋需求 房產專家認為通膨未除 房地產成為投資保值首選 又有半導體AI投資 房市利多大於利空 加上新籤也沒喊停 央行這次出售 恐怕只能讓短期交易量走緩 期待房價顯著下跌 難度不小 記者中不得 但你來看到今天的早餐書報 首先看自由時報 行事局表示 馬來西亞和臺灣的詐騙集團 竟然發展出了合作加盟的模式 鎖定誘騙新加坡華人 下載暗藏的木馬城市的客製化APP 再從機房遠端操作被害人手機內的 網路銀行 轉帳到集團的人頭帳戶 再換購為虛擬貨幣來洗錢 光是去年就有一千八百九十九名 新加坡人受害 台新馬警方合作逮捕四名台籍 還有兩名馬籍嫌犯盜案 擴大偵辦中 接下來看到自由時中國時報的部分 交通部長李孟燕連兩天提到 以規劃 以成團者 可繼續出團 且出團不是許可制 也不是報備制 未否認類開放的說法 昨天在接受廣播節目專訪時更強調 中國不一定要先開放團客來台 可先是以小規模互動 例如小三通開放團客 或開放路客自由行 我方也可逐步開放 最後看到聯合報 美國總統拜登與烏克蘭總統 澤倫斯基十三號 在意大利G7高峰會場邊 簽署為期十年的雙邊安全協議 拜登在記者會上表示 目標是強化烏國長期又可視的防衛 及嚇阻能力 澤倫斯基則稱讚是歷史性的協議 不過俄羅斯總統普廷十四號 是提出了和談條件 如果烏克蘭放棄加入北約 同時從俄國占領的四個地區撤軍 俄羅斯將停火並展開談判 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認為 停火提議不可信 還以希特勒為例 強調就算達成條件 俄羅斯也不會停止進攻 就在烏克蘭和平峰會 十五號召開的前夕 俄羅斯總統普廷十四號提出和談條件 只要烏克蘭軍隊完全撤出 俄羅斯占領的盾內刺客 盧甘斯克 赫爾松和札波羅勒等四個地區 並且正式放棄加入北大西洋公約組織 俄羅斯願意停火並展開和平談判 普廷也重申沒有俄羅斯參與的和平峰會 就無法解決俄乌衝突 也無法針對歐洲安全問題達成協議 不過烏克蘭當局批評 普廷開出的條件完全是騙局 呼籲國際社會不要認真看待違反常識的條件 烏克蘭總統澤蘭斯基也認為 普廷的停火提議不可信 美國國防部長奧斯丁對此回應 普廷沒有資格對烏克蘭提出和平要求 並強調普廷可以從烏克蘭領土撤軍 來結束衝突 北約也駁斥普廷的要求 還說這並非善意的提議 而是想佔領更多烏克蘭領土 公視新聞這位仁中間剛別譯 回到國內 總統賴清德在昨天接見前 AIT主席莫劍 感謝他卸任後 仍致力推進台美軍事合作 並重申台灣會持續強化 國防實力 賴總統也接受時代雜誌專訪 內容是談到兩岸關係 表示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 互不隸屬的論述 是根據事實陳述 並非挑釁 更指前總統蔡英文 馬英九也都曾提過 不過馬半駁斥 指賴清德的主張是新兩國論 以文字遊戲欺騙外媒 從賴清德見到老朋友 前IT主席莫劍 兩人熱絡寒暄 賴總統感謝莫劍退休後 持續關心台灣 推進台美軍事合作 並承諾台灣會努力強化國防實力 展現守護民主自由的決心 向美國各界提供專業建言 積極促使台美的軍事安全合作 會強化台美雙邊戰略夥伴關係 帶來許多貢獻 賴總統上任滿一個月前 接受時代雜誌專訪 也成為繼美國總統拜登 泰國新任總理塞塔後 今年第三位登上時代封面的國家領袖 而當中談到就職演說裡 對於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隸屬的兩岸論述 賴清德強調是根據事實陳述沒有挑釁的意思 更點出自己不是第一人 包括前總統蔡英文馬英九任內 都曾提過互不隸屬的立場 但馬英九辦公室批評 賴清德的主張是新朗國論 以文字遊戲欺騙外媒 兩國互不隸屬 和兩岸互不隸屬 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我們查遍了中華民國憲法 任何一個條文 中華民國並不隸屬 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和地區 既是客觀的事實 也是台海現狀 而將在今年夏天卸任的 AIT處長孫小雅 舉辦任內最後一場記者會 重申不論美國大選結果如何 美方對台支持是跨黨派共識 且堅若磐石 對於被受矚目的對台軍售延當議題 孫小雅說AIT會持續關注 強調支持台灣維持自我防衛能力 是AIT的首要目標 也肯定將接任的鼓勵言 具有豐富對台經驗 能和賴總統在現有基礎上穩定深化 台美關係 美國前國土安全部顧問 阿爾佩洛維奇市警 中國恐在二零二八到二零三二年發動 侵臺 國防部長顧力雄 強調持續強化自我防衛能力 加入美國印太戰略的協同性嚇阻 針對美國對台軍售 國防部採購進度報告指出 十八項重大軍購只有三項延宕 分別為AGM-154C飛彈 一千七百枚脫式反裝甲飛彈 以及F-16V Block 70的戰機 另外也有兩項提前教育 包括海馬式多管火箭系統 以及標槍飛彈 空軍F-16戰機 在去年完成全數升級為F-16V 但搭配採購的AGM-154C飛彈 卻必須延遲到二零二六年 才能交貨 美國對台軍售有近兩百億美元延宕 國防部最新報告指出 十八項重大軍購案 卻只有三項延宕 包括AGM-154C飛彈 以及一千七百枚脫式反裝甲飛彈 等了七年都沒有拿到 F-16V Block 70戰機 預計年底第一架交機 另外海馬式多管火箭系統標槍飛彈 這兩項提前交運 其餘項目維持正常 與外界認知有落差 質疑報告灌水美化 AGM-154也已經開始生產了 所以我們沒有任何因為 沒有任何因為發架書的修改 而把它從有吃鹽而改成沒有吃鹽 所以沒有這樣的一個事實存在 孤立雄否認報告灌水 強調發架書修正交付時程 國防部仍會認定是吃鹽 超越立委認為國軍因誠實面對軍售延宕 要求美方儘速處理 至於美國前國土安全部顧問 阿爾佩洛維奇市井 中共恐在二零二八年到二零三二年發動清台 孤立雄重申強化自我防衛能力 加入美國印太戰略的協同性嚇阻 顧立雄表示臺美飛同儲第一島鏈核心地區參與協同性嚇阻 積極強化自我防衛的能力達到讓習近平攻臺的時間表不斷往後遞延 記者黃子傑 張國良台北報導 最新全球護照排名公佈 新加坡拿下第一 義大利和西班牙位居二三 臺灣排在第六十九 中國是第一百一十七 不過有一個國家喬治亞 是拒絕持我國護照入境 目前只有獲邀參加活動 比賽 會議 才能以個案方式拿到簽證 外交部表示會繼續跟這個爭取 跟喬治亞互惠互利的做法 改善國人的簽證待遇 來臨物局辦理護照相關業務的人潮 依然不少 暑假快到了 很多民眾特地來申辦護照 要出國享受假期 桃園機場人潮也是滿滿滿 最近全球簽證指南網站 Visa Guide Word 公佈全球最強護照排名 一百九十九個國家當中 新加坡以九十一點一五分排名第一 義大利第二 西班牙位列第三 臺灣六十九點四六分排在第六十九名 比去年底進步一名 中國三十二點六五分排在一百一十七名 新加坡除了位居全球榜首 日本排名第十三 是亞洲表現最好的兩國 我很高興成為新加坡公民 我只要管你的好吧 其實臺灣護照獲得一百國給予免簽入境 另有四十七國需申請簽證 九國可申請電子旅行證 四十國可申請電子簽 二十九國落地簽證 不過有一國喬治亞是拒絕 我國護照持照人入境 外交部及相關住處正透過不同管道積極進洽喬喬治亞政府 呼籲該國不應採取與國際社會絕大多數國家背道而馳的做法 無端限制兩國在各個領域的交流及合作機會 外交部表示會持續爭取跟喬治亞互惠互利的做法 改善國人入境喬治亞的簽證待遇 而目前除非是獲邀參加喬治亞當地活動 比賽會議才能用個案方式拿到簽證 每當進入到腸病毒流行期 嬰幼兒容易出現重症風險 國外院的最新研究就發現 如果患者出現高血糖 在腸病毒感染後容易產生腦幹發炎的重症現象 因此控制腸病毒患者的血糖就能減少重症機率 專家呼籲家長 如果小孩感染腸病毒食慾不好 不要攝取過多的冰或含糖飲料 避免血糖上升反而增加重症機率 腸病毒七十一型疫情可藉由飛沫傳播 常導致腸病毒在血統間迅速傳播或流行 儘管多數病症都是輕微 但仍有少數病例會轉為重症或死亡 現在國外院發現腸病毒患者如果血糖過高 轉為重症的風險也變高 專家指出透過研究發現如果宿主產生高血糖現象 容易在病毒感染後出現腦幹發炎 呼籲醫師們在診斷腸病毒患者時可以同步監測血糖值 不建議貿然使用胰島素做治療 因為低血糖也會造成孩童猝死機率 可以考慮使用副作用較低的微小核糖核酸做治療 另外感染腸病毒往往會造成幼兒喉嚨劇痛或沒食慾 專家提醒家長們給幼兒甜食藥室量 不要讓孩子攝取過量的甜食 否則反倒會對病情火上加油 專家呼籲無論是嬰兒或是有慢性疾病的中老年人 一旦感染腸病毒都要留意血糖變化 才能降低重症風險 記者原始郭俊麟中建綱 台北報導 臺灣性教育學會和國教學學會 行動聯盟針對家長進行學校性教育內容 適齡的意見調查 家長認為身體界限自我保護等主題 應該比聯合國全面性教育的建議 年齡早從小學就開始 而至於性吸引力和避孕措施 也應該比聯合國的這個建議的高中早 從國中就開始講 臺灣需要什麼樣的性教育 臺灣性教育學會與國教盟合作 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二零一八年公佈的 全面性教育的其中三項核心概念設計問卷 共收集中小學家長一千兩百零三份有效問卷 家長重視性教育議題認為適合在學校教 身體界限自我保護等主題 因教聯合國全面性教育的建議年齡來得早 小學就開始 正確的避孕措施 應教聯合國建議的高中提早到國中 至於性吸引力 性愉悅感受 較聯合國建議的國小延後到國中 但有關性愉悅的迷思澄清 性活動後的風險降低較適合在高中職 小朋友好好的去學 這件事情是最重要的 而不是我們現在用國外很多的東西來 但是又不符合本土的需求的情形之下 可能亂交 那這時候就引起家長非常多的恐慌 兩教團強調聯合國的全面性教育綱要 提供給各國參考 臺灣的性教育不是全盤接受 需要接地氣去調整 除了這次研究 將持續對師生與家長進行調查 建構更符合臺灣本土需求的性教育內涵 記者林曉輝 沈志明 臺北報導 目前正值全球穆斯林最神聖的草景運 位在沙烏地阿拉伯的聖城賣家 過去一週已湧入大批草聖客 預計今年人數超過一百五十萬人 但因為攝氏四十四度的高溫 加上超過百分之六十的相對濕度 讓沙烏地阿拉伯在醫療服務 和提供飲用水等方面也上緊發條 密密麻麻的信徒聚集在賣家大清真寺裡 圍繞在天房四周 跟著金師送念的金魂進行朝拜 伊斯蘭立法的第十二個月 又稱為朝景月 也是全球穆斯林聚集到賣家朝聖的月份 二零二四年的朝景月 是從六月七號開始到七月六號結束 目前賣家當地超過攝氏四十四度的高溫 加上百分之六十以上的相對濕度 穆斯林在整個朝景的路程中 除了可能出現的傳染病 還有熱衰竭或中暑的危險 當然地主國的相關單位也有所準備 醫療專家也提醒朝聖客要注意多喝水 朝景期間每天至少喝2000CC 在大清真寺周邊的開放空間 可以看到不少提供瓶裝水的服務站 至於朝聖客個人的防曬 基於宗教的因素會受到限制 值得一提的是賣家朝景也是 沙烏地阿拉伯拼經濟的大好機會 根據地主國統計 近年來賣家朝景帶來的收益 超過一千五百億美元 預計在二零三二年會突破三千五百億 二零二四年的賣家朝景 在加薩戰爭的陰影中展開 為和平祈福成了許多朝聖客共同的願望 朝地政府原本打算招待一千名 來自加薩的死傷者家屬到賣家朝景 但又限制朝聖期間 不得有任何政治性的活動 要如何表達力挺巴勒斯坦人 成了相當棘手的問題 公視新聞區展覽編譯 二零二四巴黎奧運倒數 即將首次在奧運亮相的霹靂五 其中負責擔任和這個副推動的總負責人 陳柏軍就來自臺灣 由於霹靂五沒有被列為二零二八年 洛杉磯奧運的項目 國際舞者們都全力以赴目標奪牌 一群人在舞蹈教室輕快舞動 跟著舞蹈老師學習霹靂五 這位老師不是別人 正式曾獲得霹靂五全球決賽冠軍的 美國舞者埃德拉 他稱這種源於一九七零年代 紐約街頭文化的舞蹈為藝術運動 更期待今年夏天 霹靂五首次登上奧運舞台 能大放異彩 即上屆東京奧運 滑板運動除此亮相 202480奧運首次設立霹靂五項目 這種舞蹈需要舞者發揮創造力 跟隨音樂節奏 展現近乎雜技的高超技巧和舞步 一對一的競賽方式 更讓觀賽的群眾惡霸不能 由於霹靂五不會成為2028年 洛杉磯奧運的項目 埃德拉說 他將全力以赴奪取唯一的奧運金牌 本屆夏季奧運期間也是巴黎賽納河百年來首次開放下水 先前法國政府砸十五億美元重金整治充滿廢水的賽納河 預計作為游泳和鐵人三項比賽的場地 儘管國際奧會掛保證 賽納河的水質沒有問題 卻也坦承若遇上暴雨 有可能會增加水中的大腸桿菌 巴黎官員則說 以打造巨型設施防止大量流水流入賽納河 不過巴黎奧運卻撞上了突如其來的法國政治風暴 國會將在奧運開幕前三週舉行大選 處理奧運相關事務的職位如體育部長選後有可能會更換負責人 公司新聞兩位編譯 希望我們想關心今天各地詳細的天氣預報資料 歐洲各地握礙 將會如何確認 你們永遠活 tous Passover 今天空氣如何 來看空氣品質指標 感謝您收看這集的公視早安新聞 我是鄭偉人 我們明天同一時間再會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